丰田也是拿出了极大诚意 这一次的优惠力度堪称前所未有 一口气从20万跌至8万多 别说大众了就连别克也是做不到啊 现在入手一下这三管制型家用准没错 一号更是能够低至一公里三毛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款丰田亚洲师 外观方面更像是小号的凯美瑞 而且车内的空间也是比较宽敞 定位还是A加级轿车 头具更是达到2米750 车长4米720 车内空间宽敞 也是能够满足你一家人出行 底盘还采用了强要独立闲价 操控方面表现得很不错 对关键的是价格方面只比卡尔拉贵出1万 车内就多出了6个气囊 车道偏离一紧 保持辅助 居中保持 安全方面的配置更是一步到位 动力方面还搭载了2.0升发挡机 马力171 扭矩205 在匹配CVT模拟适当变速箱 综合一号更是能够低至5.7 这套动力系统搭配在一起 那绝对是驾驭好帮手 再加上目前优惠力度也是相当的大 各方面的表现都是家用的博二之犬 但就是在隔音和内饰方面表现得很丰田 外观方面年轻又时尚 让人感觉要比大众的设计更受人喜爱 它长4米460 轴距两米640 空间方面的表现不输CRV 价格方面是有着很大的优势 指导价12万9800到16万9800 最低售价11万3800这能够拿下 你能想象吗 一个丰田紧凑SUV 居然跌到和国产车一个段位 友好还要比国产车低 三大舰的耐用程度 那更是它的金字招牌 全系爱点人生发动机 匹配CVT模拟适当面子香 市区综合友好能够低至6.1 折算下来一公里才三毛到四毛 可以说入手照管着 你完全不用担心仰车压力 而且入门级版本 你也不用担心配置 搭载了六个气囊 前方包装A警 车道偏绿预警 全速自行巡航 称它为入门级高配 一点都不为过 只不过车内向 驻车雷达 倒车影像 都是需要你去加装 这对新手司机来说 可能不是特别的完美 但是家中也花不了什么钱 现在性价比这么高 配置这么丰富 价格还这么亲民 你会入手吗 第三款 丰田卡尔拉 由于这样款中 很多人都是褒贬不一 有人称它为 七圈级的理财产品 和全球销量王 但是你们再看看 它入门级版本 既然搭载的是1.5升三缸级 也是被很多消费者 称为韭菜王 虽然价格便宜 跌至8万多 但是后期的保值率 养车成本 买它简直就是一个大坑 而它的1.2T版本 等你试下完之后 还是很不错的 虽然内饰方面比较拉胯 格言比较差 动力很一般 但省油耐用的属性 依然存在 因为汇厚的价格 是9万多就能够拿下 综合油耗能够低至5.2 在匹配CVT模拟 适当变速箱 说句实在话 它就是不容易坏 而且空间方面的表现 是要比通级变速性宽敞太多了 得具2.7 常常4.635 常对不仅宽敞 安全方面的配置 更是让你直呼 这还是我们认识的丰田吗 居然搭载了7个气囊 全速自信行航 前方碰撞预警 撤到片零预警的配置 只不过入门级 外面也是没有 驻车雷达倒车影像 都是需要你去后期加装 但你要知道的是 这款人在之前定价高到20万 现在8万多就能够拿下 虽然它的三缸机不值得入手 但是它四缸 只比三缸贵出个1万多 也是很划算的 对此你怎么看呢 以上三款丰田车型 都是拿出了极大诚意 也是非常符合我们家用 再加空间宽敞 省油耐用 你会入手哪一款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车圈大哥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